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将于4月底在拉达克地区列城举行20国集团青年峰会 这被认为将向中国释放明确信号 就在上月底由印度科技部主办立场G20相关编会 刚刚在委阿鲁纳恰尔邦举行 中方没有出席 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发布声明 强烈反对印度在列城 应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纳加等地举办G20系列相关会议 笔者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 印度充分利用担任G20主席国的契机 彰显大国地位提升国际形象 谋求国际利益等都无可厚非 但身为主席国的首要任务是落实G20的初衷 即协调全球经济合作 齐心协力应对国际挑战与经济危机 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而在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的地区 安排G20系列编会 这种明显加带私货的做法 不仅无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进一步制造分裂分歧甚至对抗 对于印度本国利益和全球发展均构成损害 一方面新德里应着眼于G20年内系列会议取得成功 不应让其他议题绑架会议一程 更不因为一国私利干扰会议顺利举办 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 印度在这一空前变局下接手G20主席国 这对印度政府既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 在印度前期举办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外长会议上美国等部分国家不顾G20初心宗旨和使命责任 纠缠于乌克兰危机 纠结于如何借G20会议选择孤立和打压俄罗斯 导致多轮部长级会议无法形成联合声明 已经给新年的G20蒙上一层阴影 在此严峻形式下 如果印度再将与邻国的领土争议考虑纳入G20相关会议安排 甚至试图借举办会议彰显其领土诉求的国际合法性 那么势必引发相关国家强烈反对 破坏会议合作氛围影响会议实质成果 那就很难期待包括首脑峰会在内的年内系列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而这恰恰有损于印度所追求的大国形象和国际地位 另一方面心得理应着眼于全球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来推动各国宏观政策调整 不因为开而开劳而无功 众所周知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核心平台 在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方面被寄予厚望 当前世界经济在经历了前期新冠疫情蔓延 乌克兰危机升级等负面因素冲击后 正处于复苏的关键阶段和节点 总体上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希望与危机同在 在此情势下G20主席国能否着眼以上情势 在议题设置会议成果等方面 多动脑筋 多下功夫 能否推动参会国就宏观经济政策实现更大程度 和更高水平协调 提振全球经济复苏行星等就尤为重要 尤其是美国为降低前期量化宽松导致的通胀高企 而采取激进加息举措 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承受巨大流动性压力 甚至由此引爆不同程度的金融或经济危机 对于全球经济稳定和复苏产生的严重消极影响 作为G20轮值主席国 印度政府对办好年度会议重视有加 策划组织的几十场相关会议和活动 会议主题涉及青年 科技 创新 减债等 优先关注 绿色发展 气候金融 包容增长 数字经济 公共基建 技术转型 妇女妇权等领域 活动地点遍布印度所有邦一级行政单位和联邦直辖区 多达50多个印度城市参与其中 然而无论议题设置和等丰富多彩 会议地点如何遍布全境 作为主席国的印度能否就上述 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 斡旋参会主要经济体 尽可能达成共识和安排 尽可能降低少数国家单方面激进 收紧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 进而为全球经济复苏 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这将决定今年G20峰会的主题 同一个地球 同一个家庭 同一个未来 能否切实落地和落实